亚青于23越南点球淘汰塔塔尔,闯进于23亚洲杯决赛。 北京时间1月23日晚,于23亚洲杯一场半决赛在越南和塔塔尔之间进行,最终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2比2平,加时赛中双方并无剑术,在点球大战中越南4比3击败塔塔尔晋级亚洲杯决赛。 本次于23亚洲杯中越南队表现十分出色,他们在小组赛中1比2小赴韩国,1比0击败澳大利亚,0比0占平叙利亚小组出现。 而在4分之1决赛中,越南点球8比6暴浪击败伊拉克晋级。 而在本场比赛中他们更是击败了塔塔尔晋级决赛,堪称奔界杯赛的最大黑马。 本场比赛越南最大功臣无疑是软光海,他在本场比赛中没开二赌,帮助球队两次扳平比分,成功拖进加时赛。 而在点球大战中,他虽然罚丢了点球,但最终越南门将两次扑点,帮助球队晋级。 北京时间1月23日晚,于23亚洲杯一场半决赛在越南和塔塔尔之间进行,最终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成2比2平,加时赛中双方并无见数,在点球大战中越南4比3击败塔塔尔晋级亚洲杯决赛。 本次于23亚洲杯中越南队表现十分出色,他们在小组赛中1比2小赴韩国,1比0击败澳大利亚,0比0战平叙利亚小组出现。 而在4分之1决赛中,越南点球8比6爆了击败伊拉克晋级。 而在本场比赛中他们更是击败了塔塔尔晋级决赛,堪称奔解决赛的最大黑马。 本场比赛越南最大功臣无疑是阮光海,他在本场比赛中没开二赌,帮助球队两次扳平比分,成功拖进加时赛。 而在点球大战中,他虽然罚丢了点球,但最终越南门将两次扑点,帮助球队晋级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